字幕志愿者 兩位assen傑 Hello大家好 原來完全是收不到音的 讓我補回Introduction 你們好,這裡是長洲,是我長大的地方 今天帶大家回來會去一些對我來說很有意義的景點 我知道都有很多不同的Vlogger 可能帶大家來長洲去過一些旅遊點 吃大魚蛋、糧米池等 但我告訴大家我們沒有的,是沒有這些行程的 因為主要都是想帶大家去一些我以前會去戲的地方 或者覺得很漂亮的地方 可能對遊客來說真的沒有特別意義 但對我來說就是 今天的我完全就是在這些地方引玉出來的 所以我很興奮 因為我準備帶你們去這些地方遊覽 介紹一下我們長洲Dress Coat 今天我不合格了,因為我穿鞋 其實長洲人真的很多人都穿拖鞋 但因為今天我會上山下海 如果穿拖鞋就有點危險 現在已經不是那麼厲害了 可能會被人踩一百腳 另外就是在這裡也不要說什麼Fashion那些東西 最重要就是穿得舒服 因為這裡沒有公共交通工具 沒有冷氣這樣 其實走兩步你全身就濕透了 如果不是拍片我妝都不化了 因為瞬間毀滅的 你的頭是會塌塌塌 妝都溶掉了 好了,那我們開始今天的旅程了 去搭船先 話說現在星期日搭船真的好辛苦 首先1.9到碼頭都趕不到2點快船 因為滿了開了 那就焗坐大船一個小時 以前的大船不是這樣坐到密密麻麻的 是坐得很散很鬆 然後每個都有桌 現在就換了密密麻麻的燈了 給大家感受一下 那些噪音聲音 真的3秒都給它多了 但是以前我坐最低這層還可以睡覺的 下船啦下船啦 那我第一個會去的地方 就是大排檔 其實我拍這條片的時候都挺掙扎的 因為我現在半遊客半居民 我都很明白 真的如果在這裡住的話 自己喜歡的地點 又未必想很多很多人來光顧 搞得沒有位置 但是這個地方 我想你也看到了 就算是假期 我想也不算是太受遊客歡迎 可能都因為真的天氣熱了 這裡是我最喜歡的大排檔 長洲人每個都有心水 光顧哪一間 我就光顧開這間 身邊那個香港人 就表示熱得受不了 好順了 如果他日有什麼名成利就的話 就記住我這個乳橋套餐了 這個其實是沙爹雞翼奶 我本身想點啡酒 不過忘了就點了普通咖啡 給大家看一下 湯是超濃的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沙爹湯底 雞翼有好炸的 吃的方法就是把雞翼放進去 浸一會 然後一咬它 它就會散開 我就很喜歡的 不過我想都是個人情義結 因為我覺得我旁邊那個 又不是很欣賞 好幾次帶大家去我的景點了 這裏是我走回家的路 你會見到比在剛才的街道都少了很多人 因為我住那邊都不是旅遊區 所以其實就算假期都沒有什麼人走去我那邊 我回家就會經過長洲方便醫院 其實它已經不是在運作中了 我回家會經過 即是說我從家出來會經過 以前我早上要乘5點10船出香港上學的時候 因為天未光 經過這裏又黑 然後又覺得很猛鬼 我就會很害怕 所以在這條斜路走下來的時候 我就會奔跑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位 這個位是不是特別陰森 如果黑了 我以前就很害怕 所以上學經過這裏來到這裏 差不多就跑了 好了好吵吵 我又想說什麼呢 就是介紹這個油桶 這個油桶對我來說是有一個很恐怖的回憶 因為小時候我就曾經在這裏後面躲起來 沒錯就是這條斜 客負責照我的奶媽 走過了之後他不見了我 我打算偷偷地衝出來嚇他 誰知我夾住了 夾住了我的身 後來我的身出來夾住了頭 只是夾住頭 然後街坊衝出來出來救我 扯了我出來 差點搞到報警 最後就成功地把我的頭在這裏 扯回來 至此之後 我就覺得這裏都是 不是我吉利的 這條路 但當然長大了之後 沒有這些想法 傻的嗎 這就是夾頭油桶一號 人老了就開始感性了 接著就講一下我的成長 好 這間就是我以前住的房子了 這條路大家看到都很安靜 我以前就住在這棟村屋的二樓 左邊那棟才對的 這棟村屋其實整棟都是同一個業主 最低那層就是業主的那間司多 那我就租了中間那層一家三口住的 這裏都是代表我最快樂回憶的地方 頭那十多個生日都是在這裏過的 那現在呢 裏面都有人住 所以我當然就不可以進去看 旁邊這條行走進去 厲害了 其實做甚麼呢 因為我不知道他還在拍的 所以我跟渣機那個說 這裏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舊了很多 然後下面這個鐵閘是什麼呢 厲害了 各位觀眾 左邊的鐵閘是我家 正面這個鐵閘就是棟屋了 繞去後面看就看得清楚整間棟屋了 現在我們這裏呢 已經沒有人住的 但是呢 還是行常使用 因為始終長洲都有些親戚 那之前呢 爺爺媽媽都是住在這裏的 那真是 好像農村裏面 因為我們這裏以前都是耕田的 那這間真的好像農舍那樣的 那我們過年都是在這裏過的 那我們這一代呢 是這間屋的 以我所知的 第三代 那現在的第四代開始出生了 都會回來 帶他們回來認識一下 我們長大的地方 因為表哥啊表姐啊堂哥 堂家姐呢 都是在這裏長大的嘛 這間是我的幼稚園 在這裏讀書呢 真是很開心 因為有很多活動的空間 和小朋友之間的競爭都沒有那麼大 那當然學的東西可能都沒有那麼深 我真的覺得我的幼稚園呢 很正的 現在香港可能 除非國畜校或者九龍堂那些 很少整個範圍 有一棟三四層高的樓 有一棟矮的 類似禮堂那樣的樓 一個大操場 整個範圍 所有活動空間 都只是這間幼稚園 又不會黏著附屬小學 中學 真的整個東西 連著後面的教堂 都是這間幼稚園的 那真的覺得很開心 很多地方跑跑跳跳 還有活動都很多 不知道他們現在 是不是都是這麼開心的呢 這裡後面呢 有一條很長的樓梯 我們一路上到長洲山頂 你看到可能不太長 因為我已經走一半了 這裡有個很特別的景點 介紹給大家的 這條網進去是不是很陰森呢 這裡是荒廢了的長洲公立學校 在這裡呢 要confess一件很頑皮的東西 希望大家不要學的 就是以前呢 我們很沙膽的 既然他荒廢了呢 那他下面那個網球場啊 裡面那些 班房啊 禮堂啊 走廊啊 全部都沒有人用 那我們呢 就真的很頑皮 會爬進去 在這個荒廢了學校裡面 活動的 真的好像呢 當正他空地一樣 自己亂在這裡玩 不過真的很頑皮 太頑皮了 這裡呢 這裡呢 是我們小時候 小學呢 舉行運動會的運動場 不知道是不是標準 我想應該不是 因為我覺得好像很小 這樣 算過跑道啊 那以前呢 就是 由小學開始 就在這裡運動會的了 那我想長洲呢 中學呢 都會在這裡 舉行運動會這個山頂球場 很特別的 走到山頂呢 突然間就這樣 凹了一個洞 這樣 然後我們以前就覺得 圍著這裡住的那些呢 都是一些 就是 靚屋這樣 蠔宅這樣的 高級東西來的 前面那條路下去呢 就帶大家去另一個 我的領地 就是 沙灘 可以拍一下 哇 好癢啊 大哥 啊 其實走到上來山頂呢 我們已經是 全身濕了 出了很多汗 那 好口渴 好口渴啦 但是對於長洲人來說呢 可能香港人覺得很 Ridiculous 但我呢 就只有兩個選擇 一是沿路下山 一是攀過買山 越過了這個山 去到另外一邊呢 因為就會去到我另一個小天地 沿途打給任何我認識的 住在山頂附近的人呢 全部都不在家 所以想喝口水都很困難 就被迫著攀過山了 來到這裡就真的聽到 海浪聲和歡呼聲了 這裏正啊 雖然呢 我也是不想它變成一個熱門旅遊點 但都ok的 其實它本身已經很多人知道了 話說呢 那這裏呢 是一個沙灘啦 然後呢 在沙灘的附近呢 就有都是我家人經營的一個店 有燒烤的地方啦 有吃東西喝東西啊 這樣的地方 都是很高質的 告訴大家 那就 不過來這裡 就算搭我多都是沒有折的 因為那些海鮮啊 牛扒啊 那些東西呢 都是海鮮架的 那這個就是燒烤場啦 燒烤場旁來這一間呢 輕忌呢 就是都是家人開的店 所以呢 其實為什麼我走過來這邊呢 就是因為 攀過了山之後 其實沿路最近 有東西喝了的呢 就是這裏啦 那我在這裏做什麼呢 就是強行的 進去店裡 開啤酒來喝啦 因為真的很累 這個沙灘呢 是我一個 很喜歡在這裏 有時候坐在這裏 旁邊呢 喝一瓶東西 我就已經很開心 後面那個是我唐哥的女兒來 他真的很像我小時候 又是很黑又圓圓圓的 他在這裏拍什麼呢 厲害了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彩虹啊 雖然拍出來呢 未必是很清楚 盡人事啦 但我們今天真的看到彩虹啊 這裏呢 這裏呢 真是一個我很重要的小天地來的 因為其實長洲我現在已經沒有家了 那組屋呢 就是有聚會 可能大家一齊才回去 又不是真的會在那裏住 那所以呢 基本上我最開心會回來放下家呢 就是在這個海灘那裏 那裏呢 假期當然都比較多遊客啦 但平日來呢 真的好安靜 我就可以坐在海邊那裏 喝下東西 游下水游一天啦 其實我都幾慶幸自己在這裏長大的 因為這裏的人呢 都很純真 而且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很直接 很守望相助 那最開心就是呢 我的童年在這裏 這裏競爭不是很大 沒什麼贏不贏在跑線咯 只有那幾間學校 那幾間幼稚園 那我知道現在 如果在香港生一個小朋友的話呢 他的成長呢 就會比我複雜很多 但又因為呢 又打了這個底 這個簡單底 所以長大了出來讀大學啊 或者出來工作呢 有時候你會見到很多 不同的人性的醜惡 然後自己可能都會變得醜惡喔 那所以定期呢 就要回來這裏 好像reboot一下 回復個default setting 那樣 變回一個簡單開心的人 提提大家如果想update我 我每日做些什麼 有些什麼動向呢 就可以去instagram follow啦 還有記得subscribe啦 下次再和大家聊過啦 拜拜